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喂,來,喝杯了,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帶給大家的訊息 第四,肥龍Truman跟你講新戲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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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好像有少少未開完 老百姓 我以為只是我未穿完 哈哈 還有屎角今天來不了 因為屎角有事要做 我們就剛剛好 夠開一台麻雀了 今天 好了 今個星期 又講講北美上的新片 有兩套 在北美會上的新片 一套叫做 這個夏威夷的 叫做 Aloha 我想很多人都聽過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故事發生在夏威夷的 不是嗎 是嗎 好像是 是夏威夷的 是夏威夷的 但它沒有什麼鏡頭拍著 或者又沒有很多夏威夷人 它沒有什麼地道的草裙 沒有那些 可能是一群美國本地的人去了夏威夷 居住 軍人 總之 整個故事 我覺得一般 普普通通 好像一些劇情片 有一點關於愛情 總之 很多明星在裏面 群星拱照 Bertney Cooper 基本上的故事就是 Bertney Cooper 在美國本地做事 做得不太開心 他又回到 Hawaii 想 有一個生生活 見到他的前度女友 前度女友已經有一段很好的關係 跟另一個男人 他一直從中 那部電影就是 Coming to life 遇上很年輕 又有魄力的Emma Stone 前度女友就是Rachel Adams Machel McAdams 三角的關係 有一個 這套Aloha 聽聞 剛剛 Sam 還是Volkan說 都好像有些 Hawaii的居民 有點不滿 對戲名 為什麼不滿呢 因為 他覺得Aloha 這套戲 是 downplay到 好像說個Hello 其實這套戲 叫Hello 但是 Hawaii人覺得 Aloha 其實是很深的意思 不是一個普通 High 他們覺得很 就是 玩他們那些 culture 就是 看少他們 怎麼會看少他們 另外還有一套 一套災難的電影 不是說那套電影是很災難 是一套電影是關於災難的 叫做 St.Angers 就有 這個 The Rock 沒有啦 沒有啦 還有整個加州 就是整個 插陷了在插陷的加州 沒有很多電腦 其實是不是第一出來已經看完 應該是最正常的 還有一些更加厲害 女兒的關係應該比較多 是 還有這個22寸 最容易出現的 但是那個女兒是一個 只用劇集變超紅的 女兒 女人 女兒 是嗎 還有你的22寸鏡 看這些地陷 還有這個四下 不是的 電影銀幕看那個下陷 有不同的 但是 全部都是電腦 我希望他不是 那些 全部播放 如果不是電腦 那他真的建造過那些攝影機 然後弄垃圾給你 沒有啦 一定是電腦的 不是啦 一定是電腦的 問題是你投不投入看 就是那個畫面 可不可以讓你投入去看 就是畫面 可以讓你投入去看 你不要這樣啦 你下半年看不到電影 你這樣說 都是MADMAX的東西 現在不行了 結果其實下半年 Sam每次來都是MADMAX 我猜你是玩去看Discovery的紀錄片 咦 可能Disney那套Monkey Kingdom適合你 超真的 可能你會很喜歡 現在再看那套 改變了你的口味 MADMAX改變了Sam的口味 OK 那今個星期 wide release 在北美就這兩套電影了 對 Sam推介了一套 Limited 也有幾多明星的 Survivor 接著是Pierce Bronzenon 就是上一屆的James Bond 好久以前 Daniel Crack之前的James Bond 好久以前 就是90年代的那個 Mila Jovovich Jokovic Jokovic 就是Resident Evil 生化危機那個動作 說生化危機 他做動作女星就算是 但我喜歡他5th element 那時候 5th element 那時候比較好 他很帥啊 resident evil 對 而且拍了很多集 你很難使得 脫掉他的影響 對 但其實 他是好像 現在 他還有拍了什麼戲 就是 是拍了Resident Evil 一開始之後 是沒有再拍 沒有拍其他東西 拍另一個動作片 不要說劇情片 沒有動作片 也沒有 他拍其他動作片 可能是不收得的 我記得中間也拍了一套 不知道什麼名字 是嗎 是 連名字都不記得 我忘記了 只知道他長頭髮拿著一把劍 那個是 哈哈哈 OK 然後 還有是 Viva Vendetta 那個導演 也有 有少少期望下 有少少期望 OK 但你也說過 那條影片吸引你 吸引 但肥龍就說沒有人死 作為一套動作片 吸引 我不是沒有人死 肥龍你看了Mad Max沒有 我未 你會喜歡Mad Max 有人死 肥龍未必會看Mad Max 你去看 肥龍不會去看 肥龍不會去看 他現在未去看 應該不會去看 哈哈 我沒有時間 不是不想看的 哎呀 喂 好了 那今個禮拜 是不是Truman的獨腳戲 是啊 Welcome back 大逆佬 我記不記得 有回歸 再去回歸 那 講回Avengers 你們其實 你們是覺得套戲差 還是覺得 沒有什麼特色 是失望的 不是 但是 我覺得她是 做續集來 她是有些好 但她好像 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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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自己的故事 內容又不是鋪路 即是她鋪路就鋪路 即是 一年前的戲 就慢慢鋪路 但她自己肚皮 那個 Narrative pacing 都 你當是看了一套 接近兩個小時的Trailer 是啊 還有 我覺得 還有有時候 對Avengers 不公平 就是因為這幾年 那些英雄片 都有差不多的水準 當你那個水準 未達到什麼 即是 並沒有超越那個水準 或者並沒有達標 你就會覺得 有些倒後倒輝 很難再超越的 不是 沒有 我進去沒有看 想著 比Avengers好看 因為我覺得 人人都會覺得 一看Avengers第一次 你會覺得 哇 很 shock value 但這次都見過 但我覺得她 她有東西好的 即是Ironman 打Hawk 那裡超棒的 他們那些 就是 Party 那個scene 挺有趣的 而且Vision 那個角色挺有趣的 但我覺得她 就真的 有很多東西 所以就 即是 即是 不是都是 那個人說 到合不到廢 即是 即是 Ultron又不知為何 那套戲好像很強 然後無緣無故半套戲 就不看見了她 但其實Ultron 那個 我覺得她那個 作為一個 套戲的大反派 我覺得 說服力強 過上一套那個大反派 阿Loki 對啦 我覺得強棒 因為我一向Avengers 是女神 1.5 對啦 因為我覺得 你做到Avengers 用Loki 來懷彈 所以我 我會看得 即是 怎樣說呢 我會那個 即是 如果你說 如果一個大反批 令到你擔心主角的話 我上一集 完全不擔心那些主角 那今集我是 至少 那個危機 是大過上一集的 我覺得 是有 但我同意你 說到最後 她是有少少 弱雞了 即是她 她都算 玩得很好 即是她 她不是 即是 將那個 即是 那個角色 不只是 局限在機械人 她可以 周圍走 都算 有個交代 即是我覺得她這次 唯一的好處 即是被我預期好的 就是因為 之前聽了太多人說 太多角色了 但我這次入場 我又覺得 都做了功課 即是她都 其實她每個角色 我都會覺得 她 我不會覺得她 真的太虛弱 即是她每段情節 每個角色 每個情節 都有 有些事情 交代到 有些事情 所以要不要看下年的 Captain第三集 因為Captain現在三集 更多於這部 是的 更多於這部 那為什麼 Captain的主角 不就是 所以我覺得Captain第三集 應該是 就是Avengers 4 Captain Captain在打 這個 Tony Stark 聽人說她分兩集拍 Avengers Avengers Avengers分兩集拍 那些人說 因為有些演員 不續約 怕不續約 片約的關係 可能有些Avengers 是第二集才出 因為 Thor那些已經不是什麼 Thor那些已經不是Avengers 最後他們不是Avengers 現在變成Vision Black Widow還是一樣 其實 踩到她來講 但這部電影 我可以做一部續集 是可以的 即是我覺得她是 即是你想想她 即是她這麼大的 Cast 即是她第一集 那個Sharp 是幾大 但她做一部續集 我覺得都 即是 我不是說 即是 如果給分 我都會有 七 六七分 如果第一集 你有新鮮感 因為很多Marvel Heroes 出現 我覺得第二集 至少她每個Marvel Heroes 她 在這麼多人物的情況下 她都做到 highlight到 她們一些 即是 她有progress 那個角色 譬如你說 她 Hook 撇開她和 另外 Black Widow 那個感情 其實 她每個角色 都會延伸到 她那個角色的發展 譬如她最後決定 自殺衝下海 即是 有些細微的情節 我也會感受到 是的 這部電影是多小的 但是 大那些 我覺得 很悶 例如 最後那一幕 就是 要救人 我知道他們在玩 在踩回DC 即是Superman 打架打 打死人 其實 這麼多角色 她都還可以做到小的 她只可以從一些細節 裡面去做 就像Fantastic 4 我覺得 其實是合格的 普通觀眾 是不會這樣看的 就是 就是這樣說 打勁都是這樣 這樣 所以我很害怕 Avengers第30 又是一個 超強的 超多 廢物 飛來飛去 然後他們 六隻手打敗 因為第一集又是這樣 第一集又是 Logi 有個Army 六隻手打敗 然後有條龍 然後 當然是群偶 你根本上 每個Avengers 都已經很強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Avengers3 應該要 Avengers打一個人 那些人是超強 所以 很難 要砌到一個超強的 但是 Thanos 現在砌到他 是真的超強的 我覺得 Ultron已經 是超強的 他已經可以 設定到 角色 只不過後來 爛尾 變得不是很厲害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 Scarlet Witch 明明看著 如果 然後 他為了 跟他 弟弟 報仇的時候 他 善離職守 還可以 剛剛好 他弟弟死了 我才最難 嘩 這個是 Spoiler 嘩 這麼久了 那些觀眾 還沒看過 罵死 真的 我覺得他死 真的很浪費 如果你想 真的浪費 你不要這麼無聊 讓他放下 你不如 Ultron飛過來 好像說 這個角色 是不是版權問題 不是 導演說 要把觀眾 知道有一個 Risk 這樣就不行了 對不起 因為版權已經 MARVEL已經搞定了 我還沒看之前 我朋友 已經剪鬥了一個 AVANGERS死了 我就想 誰死了 我原來是這個人 但我覺得 他真的很強勁 其實沒必要 既然他可以 這麼高速度 他推開 那個人 其實 這些事情 可以翻山 看他怎麼說 喝他 這些事情 原來 第一集 那個人 Colson Colson死了都翻山 應該死 是MARVEL要他回來 因為他要做劇集 Anyway 我覺得 又不是說這部戲差 只不過是 我們是炒 是因為關心這部戲 其實是恨鐵不成鋼 這樣去說他 是不是 那面 應該是票房冠軍 暫時 暫時 Fast7更厲害 是嗎 未過到Fast7 Fast7過了10億 這部戲還沒過 美國 美國Fast7 OK 北美來說 他過了Fast7 但是 WRW來講 WRW就還沒過 因為Fast7 我還在做 很奇怪 還有很多條線 在做 沒有搞錯 太生氣了 狂七 在香港很奇怪 我們這邊DirectDVD 他們都會上 算了 我覺得夠了 Adventures 我講了很多個星期 夠了 那是Max 我回來第一部看 Max Max 怎麼樣 Sam看了兩次 還打算再看第三次 完全瘋狂 他就是Max 他就是Max Max 那是Max Max 我覺得 值得入戲院看 但是 值得看三次 我會覺得 整個人物的故事 整個人物的造型設計 和整個設定 都是很幫助你 去投入看這套行動的 我覺得 就是在風格化上 還有那個 就是在很多設定上 是 是 加了分 我覺得 那 那 那些 搏鬥 飛車場面 也是 做得很好的 那 但是 還有些什麼 你覺得是真的 那麼驚嘆呢 我覺得 女主角 哦 OK 對不起 女主角是 即是她那個斷手造型 各樣 即是她的角色 即是她那個 女主角就是搶好男主角的氣氛 是啊 但是她又不是說 超強女人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她是有個 好 即是剛才你說的 Avengers那些小小細節 那些東西 這套都好多 例如她們 有一幕 她是 黑了 然後 有一個人瘋 衝過來 然後 Max 就拿了一支槍 然後她就失去了兩次 然後 你看 Furiosa 在她後面沒有說話 然後 是讓她自己覺得 我中 我射不到她 你覺不覺得 那個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那個叛徒 即是她 Anux 是的 那個說服力呢 其實她轉態 那個 都有 因為她 她年輕 因為她較年輕 她的意念容易受到動搖 對 她看到她的崇拜 但她很崇拜 但你看到她死 又 她死得很後期 她轉態 很早轉態 即是她 即是 什麼 即是 她又 又 弄到她炒車 那些 那些 很震撼 即是她發覺原來 原來 她所崇拜的人 眼中 只不過是有棋子 她最崇拜的人 有過有些老婆和她聊天 有說服力 又被碰了她 是的 又被碰了她 我覺得其實 Nicolas Holt 其實他 他那些 版的《古靈精怪》 我覺得這條線 他可以是代替Johnny Depp 年輕版Johnny Depp 偷野其實在一個 時間 frame那麼短 即是 即是 算是豐富的 即是 劇情是單薄,但他聰明的地方是故事的時間線不長 所以你對他的單薄不會夠病 反而你會感受他多了些細節 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導演70歲 還可以拍到這麼熱血沸騰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有點厲害 他之前拍了三集 他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他之前拍《Babe》和《Happy Feet 1 & 2》 如果他本身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本身是拍一些這樣的東西 也會很正常的 還有他應該有其他人幫助他 James Cameron第四集的《I have a toy book》很棒 Max,你還有什麼告衝 我看第二次,我就逼了媽媽和弟弟去 你這麼殘忍 他們會喜歡看這些東西 我說好看得到你們去看 然後我請了他們看 然後我看的時候 糟了,我媽媽和爸爸的英文 聽得要看字幕的 糟了 因為原來其實 如果這部電影只剩下音樂 是可以的 然後我媽媽看完她都說喜歡 然後我媽媽不喜歡震撼的東西 即是她看那些TVB的人 開一把刀飛過來 她都在那裡叫 或者跳 所以她都喜歡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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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留意她用的鏡頭 例如她一開幕 就是 站在那裡 自己的車子 踩死了東西 然後我發現 她再用那個鏡頭 就是 整班女人走的時候 即是說 開電單車走 她們又 再用那些鏡頭 然後 就是有很多 圖片 很明顯看到她的變化 那你覺得 是不是這次 其實都 都搶到那些女性觀眾 因為她說 一班 即是 女人圖 我覺得不會 那裡會不會 但我覺得 女生會喜歡看 是嗎 因為是那些情節 所以 但我覺得她是那些動畫 就是 Trader 她就 這麼個爆炸 即是 故事入面 雖然是 那些女 即是那些 那個壞人 那些老婆 都是處於被動 但是他們 都會 去為自己的自由去 去Fight 我覺得這件事 是取悅女性觀眾 即是 作為一套這樣的電影 她加了這個元素 是聰明的 加上 Shelie Sterling 一向都是很有觀眾緣 都是比較強勢的 她們的角色 即是其他戲裏 是 OK 然後 我原來 看完那天 看上網 原來 George Müller 說出Blu-ray 他在Push 要一個 黑白版 有一個 Monkey Kingdom Monkey Kingdom Sorry 好啦 MATMAX出文呢 出文有什麼comment 沒有啦 說了 講完了吧 MATMAX 講完啦 明日世界 是咯 未看啊 你會先看 我當然會看 等你看完再說 十三歲 即是他不是主角 是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這套戲 作為催人特工隊的導演 我覺得他 我是有些期望的 是職業特工隊的導演 雖然坦白說 催人不是Cumment我 我只看了Teaser 我只看過 Tatiz 我沒有看過 即是有George Clooney的 我特意不看 我就是不想有George Clooney 然後一開幕就是George Clooney的畫面 夠鬼命啊 我不想見到你 我是來看年輕人 Tomoral Land 真的很希望 你最大的明星 你遲些給我 都沒有所謂 但George Clooney真的 不是很幫助那套戲 我也沒有 他會好看很多 是不是 是 拉慢了整套 我覺得是 如果這樣Cast另一個人 我覺得都會好看很多 沒有他任何投資商 是因為他 沒有他沒有人投資那套戲 是嗎 但他真的不適合做那套戲 即是那個故事是這樣的 即是那時未來變成這樣 啊不要這樣說 不如我講這些 然後他重複 重複 哇救命啊 我覺得是 我很欣賞他 因為很久沒見過 人這樣拍 我覺得 我當是他一個創意 但George Clooney 無法接受 即是他完全 但是他最後來的聚用 是不合理的 他嘗試拉回來 為什麼兩年在說話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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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是 那個位置是有點 我覺得他一開始 如果說他小時候 我就會好 我會享受很多 所以George Clooney 最後那一幕 即是 跟那個十三歲 那個小妹妹做那一幕 即是我覺得不感動 即是假設是感動 我覺得 我知道應該是很感動 但我是 不可以 不感動 因為十三歲 然後你是多少歲呢 其實 其實 都算是這樣的 同聲幫了他的氣氛 即是 因為他小時候 都幫了他一點 我覺得 然後那個小妹 即是那個 Teenager 其實我覺得他還可以的 其實還可以 但又不是很... 但比他十三歲 因為我一開始都可以 然後再十三歲 再多出一些 我就覺得 哇 但那個Teenager 應該都... 下半一般 他其實應該都... 如果... 好坦白 如果這部電影收得 他應該會上位 我覺得他值得 是啊 但... 即是他的演技 你會覺得他一個Teenager 但演技很老練 這樣 即是... 但你又不知道他哪裡來的 但好像好戲 這樣 即是... 很Carry 但你又會覺得 很... 他那種很老練的演技 變成你又不會覺得 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即是你不會覺得 哇 這個Teenager 這樣 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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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二十幾歲 所以他很快應該會做些... 成熟一點的氣氛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這部電影是 很不相信觀眾 可以跟他一起行這部電影 因為是... 經常都要解釋一些事情 我覺得整部電影真的... 怎樣說呢 我覺得你是跟不上 那我就要解釋一下 全部的東西 Dumb Down到死 概括一句 我的電影差一點神采 即是... 什麼都有 但是呢 唯獨沒有高潮 即是... 即是... 他小小 有什麼高潮呢 這部電影 他一開始十三歲 即是表達他是什麼鬼鬼 那次 沒有一個很鮮明的反派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是有的 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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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些設定又有 但是呢 那些設定又沒有Details的 即是... 永遠都是很宏觀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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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是因為... 這部電影的那個writer 是Brad Bird 和一位叫... Daymond Lindenloff 然後他是負責寫Loss 那部TV Show 即是... 每次我看到 Tomorrowland的時候 我... 令我很懷念Fifth Element 我覺得又是一個全新的設定 但是... 我看Fifth Element的時候 如果真的有一個真正的... 壞人是會好看很多的 是啊... Fifth Element的壞人超棒的 是啊... Garry Allman Garry Allman 還有Zorg 即是... Fifth Element那個... 有一個全新的設定 但是... 你會看得比較投入一點 因為他裡面那些... 有好壞 他會抓到你的focus 我只是這樣說的setting 但是... 但Tomorrowland... 好像去了一個... 即是去了Disney 那樣走... 這部電影是Disney 我知... 第一個感覺就是... 看了頭的十分鐘 嘩... 那這部電影是Disney的 但是真的是Disney 我就是... 我就是... 很傳統的Disney 我就是不知道 我以為這部電影是跟... 即是Tomorrowland 即是講Future 講Technology 即是... hopes and dreams 其他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是Disney 我覺得他太過focus on他那種... 很positive的message 好命啦 Dreamers 即是又要... Stick together 即是... 即是... 我覺得他太過... overwhelmed with 他那個... 很positive的message 加上他還要很重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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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了他... 他太過正面 即是不要忘記了我們是很positive 太正面了 整部電影 變了... 就... 一樣東西又很... 很shallow 變了... 真的差一點神彩 我覺得 如果你作為一套... commercial的電影 即是... 如果你... 十幾年前是ok的 哇...十幾年前是ok的 即是... 但現在... 今時今日... 你經過了這麼多... 很痛的 但我覺得... 他高潮都... 即是... 例如... 我們講了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 這套戲都值得去看的 因為我覺得十三歲... 那個真是... 但都是不夠Mac Max好看的 是吧 但是他... 真是... 十三歲英國... 明星 即是... 誰來的 什麼... Raffy... 我略嫌他... 初初出場的時候 略嫌他有一些路跡 反而他後段 他轉回一個casual的路線 你就會享受 即是... 令我想起... Raffy Cassidy 即是... 好像Hit Girl那樣 第一集 但... 當然不同造型 感覺不同 但那個... chemistry 是... 即是... 我覺得他超級上路 然後我覺得他...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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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Ramind me of... Hit Girl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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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即是... 他的默契也很好 即是... 即是... 我覺得... 那一幕是很過癮的 不是... 他... 扔到兩個character 即是... Jorge Cooney真是... 唉... 所以我不是說沒有這個... 這個角色是... 但他... 他的排名是... George Cooney 的 Tomorrowland 不是... Brad Bird 的 Tomorrowland 是嗎? 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想回 Brad Bird 我覺得... 會不會期望高那台 因為... 他... 導演了Incredibles 呃... 但是... 那是不是... 即是他... 導演動畫 不是啦... 但或者他是要做... 他要做 Team 的東西 因為 Mission Impossible 整人有五條... 五條人 讓他有一個 Dynamic 玩多些東西 這裏只有三條人 那你玩什麼呢? 那都可以一個 Team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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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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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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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為什麼... 就是... 因為是失手啦... 導演這次的這套... 會不會是George Cooney說... 我有錢... 所以給我相機... 等等... 剛才Sam都說... 算是值得看的... 那 Truman 覺得這套是... 整體表現... 50分... 即是... 哦... 那我也高一點... 普普通通... 50分... 可以在戲院看嗎? 那不是不值得的... 嘩... 嘩... 真的不需要的... 喂... Mad Max啦... 哈哈... 真的不需要在戲院看的... 因為... OK... 因為他真的是... 即是我都這樣說... 演技而已... 你演技就不用... 幸好沒有... 好幸好沒有去看IMAX... 真的... OK... 即是... 雷聲大雨點少啦... 這一套戲... 可以... 即是... 我都是講過... 他沒有差一點神采... OK... 我又不是覺得... 他的宣傳人都很厲害... 不是喔... 他都... 有期待而已... 他突然抽了一段出來... 十幾分鐘... 那時候去看Avengers... 他擺在前面... 就像Dark Knight... 大哥... 我就拗了頭... 因為我遲了少少... 我也很驚訝... 為什麼他會拿來... 放在IMAX... 我一進到場... 咦...為什麼Avengers... 那些人不懂的...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然後我看... 是Tomorrowland... George Cooney... 已經不是票房保證啦... 沒有啦... 是嗎... 他最上的那套是哪套呢... 沒有啦... The American... 即是你不會因為... 有...不會很多人因為... George Cooney... 一定要進去看... 你不是Tom Cruise嘛... Gravity他都不是主角... 因為... 是啊... 但真的最近... 我想不到他做什麼戲... George Cooney... 從頭到尾都不是一個票房保證... 他有哪套是因為... 你是因為George Cooney進去看... Ocean's Eleven... Batman and Robin... No... Ocean's Eleven... 不是因為George Cooney... 我覺得... Oh... Up in the Air... Up in the Air... Up in the Air... 好看的... 但不是因為... 是套戲救了George Cooney... 我覺得... 不關George Cooney的事... 算啦... 我們不要討論George Cooney... Batman and Robin... 我以為... 其實... 你看看他最近的戲... 真的沒有東西好看... Monument Man... 夠啦...Sam... 夠啦... 不要再討論啦... 今集不是討論George Cooney... OK... OK... 那... 除了Tommerland... 還有哪套是... 全力扣殺啦... 他看這套... 你真的很想看... 是要看啊... 我很想聽... Batman and... 今年一定是五套最好看的港版片之一... 我相信... 但我聽人說說... 不行的... 為什麼不行... 我不知道啦... 因為有人這樣說... 我也想知道... 但那些人... 請問那些人... 他就是沒有詳細討論... 他就是說... 那些人說不好看... 那你要解釋的嘛... 不是... 他的解釋是說... 那些影評不行啦... 那我就說... 你在哪裡看啊... 那些影評... 香港爆啦... 香港爆啦... 喂... 即是你... 你同期拍到去查到... 你真的不要想啦... 真的... 我... 我看出來就覺得很過癮... 怪一點... 其實... 如果你喜歡看打擂台... 你一定要看... 你喜歡打擂台的風格的話... 你就去看啦... 你還是喜歡打球呢... 但這部不是一套... 真是一套... 很... 很細緻地講羽毛球的電影... 嗯... 那麼巧有羽毛球的... 其實他的導演都說得很清楚... 是Beautiful Losers... 即是... 一群很失敗的人... 想重新振作... 那就... 走去... 學打羽毛球... 看出來啦... 那群是賊來的嘛... 走去租了一個地方... 那群是賊坐牢... 想改邪歸正... 是... 即是start new life... 那又遇到何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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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超義又是另一個Loser來的... 搞笑... 即是是一個超強的羽毛球選手... 後來因為脾氣差... 於是就被人禁止了... 不可以讓他再打羽毛球了... 然後他就... 他就... 自... 輪落到去做一些... 即是沒有了鬥志... 即是... 但他哥哥呢... 就很想經常幫他的... 那... 謝君濠是一個驚喜來的... 即是... 謝君濠... 我一開始認不到是謝君濠的... 他又說了一堆... 很有口音的... 不知是外省話... 我想問... 有幾個角色... 第一就是... 鄭忠基是不是這個大反派呢? 鄭... 其實... 透氣裡面... 算是啦... 但其實鄭忠基... 我覺得我... 我喜歡他... 尤其是臨尾結尾的那一幕... 可不可以劇透一點點... 那不要啦... 那你自己看... 還有我想問... 林敏聰是一個什麼角色呢? 林敏聰就是一個... 癲癲的... 即是... 國家選手... 高手... 他是幫何超儀那邊的... 整套戲最高是他的... 最厲害的... 高人喔... 即是他在何超儀那邊... 是... 即是他是一個... 又是... 又是...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 除肺... 中日借酒銷手... 的... 隱世高手... 這個設定那麼像... 大時代裡面的古神... 有一點點啦... 但他... 林敏聰當然是癲癲的... 即是... 怎麼說呢? 有些武俠片的感覺... 即是你會覺得... 即是... 所以你喜歡看打雷台... 你去看全力扣殺啦... 即是... 我想說的就是... 導演整套戲的那個... 黑色幽默是很強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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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角色都... 即是... 即是... 各個角色都... 各個角色都蠻好笑的... 哇... 越來越想看... 我本來看過...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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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浩龍和梁漢文... 梁漢文... 因為他獨臂... 是啊... 一個弱視... 一個弱聽... 一個... 一個... 壁首... 即是... 全部殘障人士... 這樣... 鄭忠基是... 做回他強項的事... 但... 你不會覺得他過火... 因為曾經有時候... 鄭忠基... 你會覺得他有點過火... 這次是... 剛剛好... 鄭忠基那種... 搞笑的... 剛剛好... 所以... 拼了整件事... 是... 即是... 你會看得很開心的一套電影... 即是... 又有... 正面訊息... 又很開心... 那... 當然是很風格化... 即是... 你頂不順的... 就覺得不好看... 但我看... 全場都爆笑的... 而且我看香港... 很多... 都是爆場的... 而且他死了為借票... 借票... 但借票得來... 那些人不知有借票的... 那是甚麼... 即是... 你不會因為看明星而入場... 對... 那... 所以... 真的很好笑... 林敏聰... 真的... 對... 即是... 他瘋得來... 導演又拉得回... 所有東西拉得回在一起... 即是... 不會去到失控... 即是... 完全無厘頭... 也不會的... 即是... 即是... 一定要想辦法買... 即是... 即是... 西游... 西游之後... 郭子健又一力作... 西游是不是郭子健的力作呢? 西游的成功... 成功... 是... 但... 那個... 票房的取向不同的... 這套擺明是... 取悅香港觀眾的... 即是... 西游就... 給大陸人看的... 但... 但是... 我覺得... 郭子健... 但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是... 因為他跟了周星馳一段時間... 其實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 都... 感染到少少... 喜劇的... 強一點的幽默感呢? 因為... 呃... 其實這次那個喜感是再強過《打擂台》的... 這樣就好了... 沒有了... 鄭詩傑... 沒有了... 但《打擂台》其實是一個... good start... 風格化... 那... 這次... 因為你看到他那些字幕啊... 即是他那些... 美術呢... 都是很... 打擂台那種... 即是很Retro的... 是那種感覺的... 所以... 你帶著... 就算... 你期待打擂台入場看... 你都不會覺得失望啦... 所以... 是值得推介的... 即是... 港產片... 全力推... OK... 那... 相反另一套港產片就真的極度失望了... 尺度真是... 嗯... 算啦... 不過... 你有沒有上呢... 還不知道... 暫時未見... 又說同期上... 是不是真的... 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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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輝... 張學友... 那... 那...還有誰呢... 那... 還有幾個韓國明星... 那... 吹始遠... 余文樂... 那... 首先我會覺得... 如果你喜歡看韓戰的話呢... 你不一定要看赤道的... 即是... 我覺得韓戰... 我喜歡韓戰就是因為他的故事... 即是韓戰的故事... 雖然他留了一條尾... 但他的故事完整... 赤道是... 擺明是未完的的故事... 嗯...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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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那... 那些戲最好... 但他的處理對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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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為何他有給好多好長的對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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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一般 那... 那是斬折問題 是不是呢? 張學友說話,其實你看他的演唱會 你就知道他說話 有很重鼻音 對,張學友那種風格 其實 Anyway 張家輝也不是很突出 那麼多明星 所以 韓國那兩個 還有一個 忘記了,多謝你知有那個 又通膽了整套戲 本身那兩個角色的設定 已經不是十分討好 再加上去 衝探了整套戲 只是商業考量找到他們 所以赤道是 失敗的 以一套製作來說 我覺得這套戲 OK 差不多了 你們有看過幾個戲嗎? 有啊,但我現在講了八個字 OK,那我們就停一停 我們再... 留待下星期再看 因為我看了親愛的和初期 可以留在屎角來再跟他們討論一下 我只可以概括地說一句 那... 書得是合理的 阿薩,書得是合理的 其實上個星期我都講過初期 他也是說 這套戲他覺得很一般 對,下個星期再講吧 好啦,那... Sam和Furken 你們有什麼特別想講? 沒有啊 沒有啊,等我數完這個 十大票房之後呢 即是北美,然後回來part 2 我們講一條硬漢 part 2回來再講 一塊石頭 OK,又是肥龍和大家講講 今個星期北美的十大票房走勢了 今個星期有兩套新片 入了十大的位置 就是上星期介紹給你的 Tomorrowland 和PortuGist 好了,看看他們究竟 今個星期會去到什麼位置 今個星期排第十位 有上回九個星期的動畫電影 HOME 上星期排第八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來到邊緣位置 收到175萬票房 總成績1億6807萬 第九位 有上回六個星期的搞笑電影 Port Blood More Cop 2 上星期排第六 今個星期下跌三級 收到188萬 總成績6569萬 第八位 上回八個星期的大片 Furious 7 上星期排第五 今個星期同樣下跌三級 收到227萬 總成績3億4716萬 第七位 有上回四個星期的 Far From The Mudding Crowd 上星期排第十位 今個星期上升了三級 收到229萬票房 總成績545萬 第六位 有上回三個星期的電影 Hot Pursuit 上星期排第四位 今個星期下跌兩級 收到364萬 總成績2908萬 第五位方面 就是上畫四個星期的 Avengers Age of Ultron 上星期的季軍 今個星期再下跌兩級 跌出三級位置 不過仍然收到2169萬 總成績突破了4億 4億0486萬 非常收得的電影 都預算了 今個星期排在耿頸四位置 便找到一套新上畫的電影 就是上星期說過的恐怖電影 鬼驅人 一上畫收到2262萬票房 進入三甲位置 今個星期的貴君電影就是 上畫兩個星期 Sam 喜歡得不得了的 Mad Max Fury Road 上星期排在亞軍 今個星期下跌 一級收到2464萬票房 總成績8807萬 至於今個星期 亞軍電影就是 對 上畫兩個星期的Pitch Perfect 2 上星期她是冠軍 今個星期稍稍下跌一級 今個星期收到3081萬 總成績1億1830萬票房 冠軍就是新上畫的電影 Truman看過 似乎評價都是一般般 就是這套Tomorrowland 一上畫成為冠軍電影 便收到3303萬票房 好了 今個星期的北美十大票房 就是這樣情況 稍後回來Part2再見 再見 你現在聽的是 他們各個純槍斜艦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見 到時見 QBW.1clicksoweasy.com 只要一按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按 Radio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歡迎閣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甚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裡找不到 這套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樓的餐房環境 在這裡都找不到 焗豬扒飯肉醬意粉 風沙雞翼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裡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來的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裡究竟有些甚麼 問得好 這裡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Akiko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事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薪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信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裡啊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iclicksoweasy.com 一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Akiko 10號茶餐廳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 Truman 和你講新戲 數舊片 看電影之前 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先看電影大白貨 電影大白貨 很懷念這把聲音來說 電影大白貨 他走了幾久 幾個星期啊 三個星期啊 下次走之前錄下你的聲音 每次都播 阿Sam選的 今天這個題目 秉承這個 快要上的 Celandrius 明天上的那一套 對 就來到這個 又 直接摔角手 變成直接演員的 所以不是一條硬漢 他真的很硬 一塊石頭 Dwayne The Rock Johnson 他就是阿洛蘇華森尼加的接班人 我覺得已經是 就是 由他那個動作的風格 到他的戲路 他有沒有去到 但他沒有那麼經典 他 那麼經不經典 就是時間 暫時沒有經典角色 但他 但他 他沒有經典角色嗎 Scrobium King 對 但他的範圍應該比Arnold 他的範圍應該大 他的範圍 他的範圍 他的範圍比較大 但是他的特色 沒有Arnold 那麼正 他的範圍可以有多大 其實他本身 他本身 不是 不是什麼 其事 但他的膚色 加起來 其實他的範圍 不一定比Arnold 他跟Arnold 應該有些不同 應該這麼說 那當然有些不同 但是他 似乎是取代了 以前Arnold 做的角色 那些 而且 他看回他 但他講得對白 阿洛 那他講對白比較好 阿洛講不到對白 那這個就差 這個就差 他背對白多比Arnold 差不多 你看回他 他什麼 franchise 一有他就有錢賺 是 那他 他做劇情片 其實也不是很瘦的 等於Arnold 那時候也不是很瘦 他做劇情片 但可能他年紀大了 就可以做更多劇情片 當然拉不到他 是不是好戲 他可能有Liam Neeson 五十幾歲 才出來再做Solo Man 其實這些都是的 史太龍都是 以前做劇情片都不太行的 不是 Walky Walky就是劇情片 Walky就可以了 有說服力的 但你想想以前Arnold 做過什麼劇情片 是真的有說服力 Arnold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的 他都是動作局 他就算回到最後 那個Last Stand 都不是這麼劇情的 阿叔 阿伯 阿伯 不是這樣 Magy呢 Magy 我還以為你想看Magy 我也想看 原來沒有照片 我沒有錯過 我沒有錯過 不如回來 我先回到The Rock 哈哈哈哈 是的 The Rock做過那些 Arnold沒有做過的事情 就是爆石膏 是 所以就是喜感強 就是 以前Arnold 就是那些 做到差不多 就開始向喜劇 路線發展 他還沒選州長 Kindergarden Cops Jingle 那些 但是他有少過Arnold 他拍戲始終沒有 他也有的 他不是拍了很多 他出道的時間沒有Arnold 那麼長 所以你說他可以做到經典 是時間的 你讓他做多幾次 其實The Rock拍戲 真是1999年開始的事 是的 他第一套最大都是Mummy Mummy Returns Mummy Returns 然後Scorpion King Walking Tall Doom 但是你看他近期 座談片 他也拍了 其實他拍的片中 會越來越多 是 你可能很快 他又會涉獵 這個科幻片 Doom 都是科幻片 算不算 都算了 G.I. Joe 都是科幻片 Fast and Furious 也是 Fast and Furious Journey 2 Journey 2 都是 Fast and Furious 是奇幻 哈哈哈哈 Fast and Furious 第二集都有他 都是科幻片 是的 所以其實他 我覺得他的可塑性 我會覺得 我在看第二個 阿洛蘇華森尼加 嗯哼 我講完了 最接近的 最接近 最接近 年輕的時候 沒有 因為我認識阿洛蘇華森尼加 那時候 他已經遇到中天 那麼紅 所以我還沒 但是現在 阿洛蘇華森尼加 我們由他 剛剛 拍 Mummies 配角 然後做Scorpion King 慢慢看著這個 動作明星的形成 是挺 讚的 嗯 那我想問 阿Sam 為什麼你會 突然想起他 又想說一下 The Rock 呢 有什麼 令到你想起他 而想說一下他 就是他 我覺得 真的有賣票房 就是他是 有他的電影是會賣到的 他不可以拉得上 說是好戲不好戲 我覺得他 但是很有觀眾緣 就是他又很有霸氣 還有他們 很懂得演戲的眉毛 嗯 他一刺起眉 你就那個喜感 就是 那些導演 都 還有剪接都 不得不得有個 close up 他會不會刺起眉 其實他這幾年 就是例如 讓我看看 即是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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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認真一點 即是他其實一出來的時候 都是很重的那個 wrestler的畫面 即是好像 我沒什麼做出來拍戲 但我覺得他現在 真的 是有說服力 是真的做了一個演員 不是一個wrestler becoming an actor 那要時間浸 那他一開始真的 打摔角出身 不就是 其實 就是看到他這個轉變 例如 Hudger Volkan 但其實如果 他十幾年 都還不可以 撕掉摔角手 這個感覺 他就沒得了 就是 所以說 很多摔角手 譬如John Cena 或者Cain 都出來拍 但 都撕不掉 那些味道 那個摔角味道 都在 但唯獨是Rock 他有了演員的親和力 和觀眾緣 就可以令到他這行 演藝事業 又豐富了 其實我自己認識The Rock 我也是看《Fastler Furious》 裡面開始認識的 是呀 之前我不是太知道 你沒看過不久嗎 不記得了 即是不顯眼 那時候 我小時候 我是從這裡認識他 然後 看完他 就開始看《細緒角》 哈哈 應該說 Fastler Furious 看到這個人 覺得有點熟口熟面 但我recall不到他 在《Mummy》裡面 因為《Mummy》裡面 他是配角而已 不是說好主角 還有他的肌肉 不同了 在《Pain and Gain》之前 以及Fastler Furious Fastler Furious 之前 他的肌肉 是比較 他是大塊 但他未至於 去到 那種肌肉 可以撞白石膏 那種大塊 哈哈 他是拍完《Pain and Gain》之後 他是一些 他的 他那些 他還是很像一個Fastler 是啊 但現在 完全是一個大舊佬 風格 並不是只是Fastler 是啊 好了 Truman沉寂了很久 我已經說完了 我覺得他是在走阿洛蘇華丹佳的路線 我覺得有什麼可以補充呢 這是一個good的perspective 我沒有想過是這樣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說最近的路線 我覺得都... 我在想Jason Statham Jason Statham又走完路線 我喜歡看Jason Statham的動作 是靈活一點的 Jason Statham可以分析在人群當中 你都不覺得他是很厲害的 但The Rock一看就知道他很厲害 又大份 Rock是力的表現 Jason Statham是厲害的 我覺得 厲害和狠 Rock始終是力的表現 所以比起以前的年代 我覺得史太郎是靈活一點 Statham是史太郎 史太郎又令史太郎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 以動作片明星來講 當年的史太郎和阿洛蘇華森尼加 是分庭抗力的話 一個是力的表現 就是阿洛蘇華森尼加 史太郎是多一點action看的 我會覺得 Jason Statham是多一點action看的 Rock是... 你會覺得他真的力度的表現 比真的動作更多 但是有說服力 就是那個樣子 還有現在打架的場面 也有秉承他以前的摔角招數 所以我是一個... 即是Fast Session 對 導演特意用 Rock Bottom 哇 都東西撞掉了 Jason Statham 落個玻璃裡 所以... 還有他的包裝團隊 都可以... 都可以不提 就是他令到塑造他 成為一個很賣座的 對荷里活影聲 並問他自己一個人的功勞 他的包裝團隊 還有一些電影的宣傳 都很... 我覺得... 完全是... 擁承到荷里活動作片的風範 其實... 用The Rock來擔正 即是接下來有一套San Andreas San Andreas 那... 除了... 這套之外 有哪一套 你會覺得是好代表作呢? Rock的代表作嗎? 是的 一開始我覺得Skorpion King 都蠻代表作的 即是他由一開始 Mummies 他做反派 然後講到spin-off 又到Skorpion King 他做回一個好人 雖然那套戲 好舞體又是另一回事 但都很成功 成功地塑造 即是... 好像Trimmel 都是一個... 即是繼Arnold 和Stallone之後 一個... 新冒起的動作 巨星 而且... 一天... 動作片和動作喜劇 都是荷里活主流的時候 都會有Rock的市場 即是Rock一直都有市場 我覺得 是... 即是觀眾不會不喜歡Rock 去到的地步就是... 除非這套戲本身不好看 除非這套戲本身不好看 對... 嗯... 不... 我覺得有他都OK 對... 沒看就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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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Pain and Game 是因為我不同意故事 哈哈哈哈 這些都來講 我不明白 對... 你又不可以... 我是踩一下Michael Bay 對... 對... 其實... 一講The Rock 我真的... 不知道... 我... 只是想到... 第一時間都是想起Fast and Furious 而已 五六七 還有他... 上年好像拍了很厲害的Hercules 其實有一個他有做主角的Hercules 對... 對... 他現在其實平均每年都拍兩套戲 至三套戲 不知道... 上年他是... 賺錢最多的男明星 即是最賣了的男明星 在荷里活來說 對... 對了... Sam你是不是看過Snitch的 嗯... 等一下... 炒飯 一三年... 那一套 那一套 是... 都是... 講父子的嘛 那套戲 又... 跟車有些關係的 是... 這套我都聽過 我好像沒有看過 我好像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但我記得好像不知道Samli Boken 是說過的 這套是... Snitch 好像是Sam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說過Snitch 嗯... 我忘記了 我看過原本 我忘記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說 其實這套戲都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的 對 那其實Rock 有哪一套 除了剛才Voken說過的 他的戲 其實我覺得 很多套都沒有什麼 很大的特別的感覺 沒有 很普通的 譬如你講Arnold 你一講起我 我會想他代表著就是 Terminator 一講起他 我就馬上提到這套 但是你是... 我覺得 Arnold 是好是因為 那時候90年代那些 故事真的 比2000那些是很不同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The Rock 有一點而我覺得 如果真的 跟Arnold 的話 我覺得他輸實在 沒有一個好像為他量身 訂造的角色 應該說我覺得 Writers Guild 之後那些電影 都有些不同的去向 就是07年 都要安全賺錢 是的 07年編劇會 有這個大罷工之後 那些 那些戲的片種 已經有些不同的去向 但是又好這麼說 他又真的沒有去到獨當一面 要為他特意寫一個角色的 暫時沒有 那Arnold 都找了很久才有 是嗎 也有James Cameron 找他拍攝 是嗎 他都拍了好多的戲才出 他不知道 他之前不是最紅 是Conan the Barbarian 和Conan the Destroyer 哦 那些都沒有上到 沒有 剛剛來的 剛剛來的 原來84年 是James Cameron 找他拍 找個King Terminator 都不是找他拍 但其實他做Terminator 開頭都是做反派 是的 第一集反派 是的 反派 所以是因為出了第二集 才被他轉了另一個角色 做一個正確 而且暫時沒有一個 看到Rock 看到Rock 有潛力的電影人 找他拍一個角色 是的 他就自己說 DC有一套英雄 Super Hero片 他做壞蛋 不知道會不會有 但他就已經說 你上次說的兩個角色 是正反都是同一個角色 他就講明說會做 我覺得 是不是他丟掉了 都是群 其實還沒說 什麼都未 導演又未知道 什麼都未知道 什麼都未知道 你看到他Fast Fast and Furious 什麼都好 他都是感上添花 你覺得有Rock 但你不會覺得 是一套丟掉的電影 即是如果Fast and Furious 他的角色分支開 有支線 只是Rock一個獨立股市 你會不會去看呢 我覺得都有他的市場 會去看 但不會收 不一定 但Fast and Furious 如果再開多條分支 是講 The Rock做主角 我覺得會問了些 Spin-off 是Spin-off 所以不是叫Fast and Furious 他本身在Series 這個系列裡面 Slow and Steady 他已經是尷尬的 他又未去到 真的飛車的部分 除非這樣 導演真的夠膽玩 就是編劇 真的夠膽玩到 喂減肥 不是減肥 是超瘦 即是Fast and Furious 那一堆 他自己做 就變成一個 好像Superhero 那樣的角色 反正他都 三四 其實他沒有做 正派差勞片 有啊 The Other Guy 喔 那個 就是 The Other Guy 他一出 跟Samuel Jackson出 那十五分鐘真的很棒 那那個也是 什麼Cameo 是啊 但如果他真的找回 就是 用他做 其實他主角其實很少 他現在出來了 大部分的 動作片 都是群星拱照的電影 比如G.I.Joe那些 超多人 是一堆人的 所以他永遠都很難 有一個很突出的角色 是fit in 給他 所以你一說 The Rock 我recall不到任何 比較出位的角色 暫時沒有 我正想到Walking Tall 就是他 他是拍完 Scorpion King 和Rundown 那一套 做警察 去了鎮仔 那一套 那一套 就是他光做 但其實 那一套戲的人 都不太喜歡 但 我覺得未來 五到十年 左右 那些動作片 他都是 都是他的 他吃光了 但一定要有一個 很多人可以跟他做 Jason Stayham 要陷入 都老了 他的expandables 他只有幾歲 就是 Stayham都轉型做喜劇 他只有四十多歲 但Jason Stayham 我覺得還可以做下去 他的外形 還有說服力 但他拍得太多了 他什麼鬼戲 都是那種 夠Taken那個 曝光太高 夠Taken 但Taken 他這套三套 他之前沒有東西 但Jason Stayham 之前全部的戲 都差不多 好像Transporter 是 Transporter 三集 其實 我想到 如果 這個遊戲 轉為電影版 找The Rock 來做主角 我覺得 是挺適合他的 這個遊戲叫做 God of War 如果找他來做主角 我覺得挺適合 OK的 而且 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拍到 這類型的角色 就會是他 一路角落的 HERCULES 我覺得他有說服力 他是很 Committed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是 我覺得 不像 James Cameron 去找Arnold 我覺得 Rock 是會自己想一些 然後自己製作 我覺得是可以的 自己想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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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CULES 是很 很想做的 所以我看一下 這套 Shazam 會做Black Atom 即是 會去得很遠 嗯 嗯 即是 其實我 我就是 但我還是覺得 他現在動作是最出色的 即是 Truman剛才說 最出色 力量多 還有哪一個 他是力 誰可以 但是他老 即是 好像40歲 或者30歲 有沒有人都沒有 未批Expanables 但是可以做到動作的 美國 Jazam真的老了嗎 50歲 哦 但看上去不像 還有說服 即是 擺開她的光頭 但我覺得她是沒有 有點 我覺得她是拍到 我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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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ana Reeves 但 但 但 Jazam Jazam 47歲 但 WOG的動作又可以怎樣突破 我又覺得 WOG都是來 拍她都是那種 所以我不是說 God of War 對她 因為又不需要很高的動作技術的含量 但又可以做到力量 因為God of War 這個遊戲就是說那個人是很powerful的 對 又很暴力 對 這些角色就對她 但如果你說要包含很多技巧 要打很多功夫 那些 絕對不是對Rock要做的 要是Buddy Cup Comedy 所以她和Kiana Reeves 很棒 我看一下 如果她和Kiana Reeves 拍到Buddy Cup Comedy 應該會好多 這樣可以 笑片加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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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也可以 Kiana Reeves 當時Kiana Reeves 拍Point Grey 她也是拍笑片出身 Kiana Reeves 你叫Rock 說完對白就行了 Kiana Reeves 站在那裡 Kiana Reeves 一直以為自己是得溫 然後叫阿樂 在那裡逛一串 阿諾 阿諾做了沙子 然後他們兩個做一些光碳 是不是會把史太龍出來 笑片加動 他現在還沒有玩出色彩 他偶爾會有些客串 但他一客串 他一客串 就有很多人看了 那當然啦 出了名 而且他出名之前 他打架會輸 然後他出名之後 打架就不輸 笑 笑 他不會死 你要知道 出色彩也是有導演安排的 笑 即是他開始紅之後 那些出色彩都不斷拿獎牌 很厲害 那都是導演安排他要獲獎的 笑 那經理人不會讓他輸 可能會被合約條件 笑 怎麼輸得 笑 會差一點 然後最後會反敗為勝 很厲害阿 OK 好啦 講到The Rock 還有什麼想發揮 Sam 展望 講到突然之間 我展望了其實 對阿 希望他跟Kina Reeves 拍到Buddy Cobb comedy 我很希望他拍到 類似God of War這些戲 所以其實他都很 optimistic 他的career 但是他 他拍都是常常配配配 我覺得他 對阿 所以其實都 你看回他之前拍 明天就出San Andreas 之前拍過的東西 他這套算是最 不同的了 很drama 他有個 X位自由 但他控制不了 他不是這樣打人嗎 他不可以 憤回那些海嘯酒 憤開水 他簡直是做拯救隊的角色 就是 那個戲路 開始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不過 這套戲 究竟 關於災難的電影 會不會成為一套災難電影 就不知道了 因為 看一個trailer 就覺得 一般 但是災難片 現在都換一半 還有講到災難片 你在一個24吋 剛才說回來 24吋的屏幕體 和你一個 大銀幕 40呎的大銀幕體 也有不同的感覺 然後又不是Man Max 對 阿Sam 阿Sam 都瘋了 看完什麼事 我發覺 暫時 這套不行 我覺得他可以做壞人 他之前一出來做壞人 Mama Returns 他是壞蛋 然後Scorpion King 也是壞蛋 Get Smart 他也是壞人 所以其實 我覺得他是做到 其實他有很多東西去玩 他自己也想做壞人角色 譬如你這樣說 DC Comics裏面的反派角色 他都說自己想做 雖然那個角色有正反兩面 但是他都說想做反 我想他拍得正義形象多了 我覺得他下一套戲 我是會想知道多些 其實Rock的說服力就是 有Rock 你會有少 多些興趣 這套戲 多些聲音 對 因為有他 那他會做什麼 或者這套戲 怎麼找到他 怎麼找他做呢 怎麼用他呢 我覺得如果他慢慢 可以加多些笑位 在他的角色上 或者是壞人 做些不同的事情 我覺得他可以看看 他的範圍可以去到多大 即是不幽迷 沒有公開 不用怕 其實他現在的可塑性 都還未玩完 但我是怕 我是不想他變成 JZ Stay Hove 即是狂做Action 即是拍三集的 但他不做Action 我想問他做什麼呢 但Action 我覺得他那個說服力 都比Stay Hove Action都有不同方面 因為他是配 那就可以 消化久一點 放眼看看 這套St.Angelo's 看看他會不會 有個不同的表現 你又會買 因為他很明顯 在這套戲裡面 他都是用力量的表現 你看到他有些 突玻璃的鏡頭出現 不過他就完全不關打架的事 所以 看看會不會有些新鮮感 還是結果大家會不喜歡 那真的要這套戲上了才知道 暫時 今天為止 我們都只有Trailer看到 明天晚上可以看 明天晚上可以看 如果最早的話 即是星期四晚上 即是今晚可以看 你做功課你去看 如果要 如果要 什麼 OK 還有沒有東西要補充 對於The Rock 如果 剛才你說要給時間 我覺得都 都 其實不是給時間 他已經十幾年出了 不是 即是變成這樣 我覺得都很 很 很開心 Mommy Returns 但是 但他現在開始 就要找突破 即是 如果他再不突破 就會 你剛才說到 你想回他的名字 你想不到一些超經典的戲 是啊 第一個反應 我會想到 因為最近看完Fast & Furious 即是他可能要 即是 即是 Hercules說明是 他自己 即是 很 committed 訓練了 什麼鬼 很 involved 但是 可能他是要開始 要小心點選項目 即是因為有人要他 他就去 即是他是 已經 超過了這個 這個地步 所以肥龍也是建議他 不如 浸一下拍 God of War 和這個 Buddy comedy 買這個版權 他做23 Jump Street 他做反派 然後 他做個反派 所以 The Rock 是 很硬 不用怕 不用怕 一定有錢賺 現在還是 展望多 看未來 可以看到 他多一點的主意 其實我覺得他最好 是因為他沒有對手 即是暫時沒有 他這個Style 暫時沒有 沒有人 可能頂洞 現在最近 他可能是 最像他就是 Ronda Rousseau 就是 Ronda Rousseau 即是 Fast & Furious 那個女人 即是 那個大狗的女人 他又是 MMA出來 現在開始拍戲了 最像他就是這樣 但他也沒有競爭 因為男女 那也是 他們兩個合作 可以 所以 沒有對手是好的 不像史太郎和阿樂 史太郎和阿樂 都很不同 希望 如果有多一個角色 其實如果有個對手 我都會比較精彩 有個對手 他們會一邊競爭 一邊有好戲 接好戲 好像史太郎和阿樂 無緣無故兩人出來 我們都會 看史太郎那一套 還是阿樂那一套 其實你不要說 我也很期待 有一個類似The Rock 的人出來 然後兩個人 困一套電影 我覺得會有驚喜 所以我其實 Fast7的時候 阿樂和阿Stayham打架 我是很大期望 但結果 不是那麼好 因為不能打 因為阿樂就是這樣丟人 阿樂都贏了 應該贏了 但沒有可能 他們是鋪牌到 給阿Stayham贏 對阿Stayham打不贏 要炸彈炸他們 應該是 應該是The Rock 應該是 他把炸彈給了 你想炸這個炸彈 他擀了炸彈 然後就爆不死 我死不去 就是Super Hero 他五六層又掉進去 飛到街都不死 拿著炸彈爆不死 有多奇怪 所以由Fast and Furious 衍生出來的 新的Super Hero 叫做Nondead 其實 Fast 8已經 已經催出他 所以他還沒有叫The Rock 其實Fast and Furious未來未來一定會有它 但這套寫得少了它 我都很驚訝 這裡它傷了大半套 基本上頭20分鐘和最後20分鐘才有 說回Fast 7 我覺得是比其他人 因為第五、六都很多 所以我都很驚訝它上鏡這麼少 但其實Fast 7是要鋪走Porka 所以寫著它就不用煩 那些氣氛要重視Porka那條線是正常的 變成之後那三部曲8、9、10就多了 其實現在說多一點 我都很興奮這套San Andreas會怎樣 不知道 因為我做回他老闆 其實他做老闆 我頂孔想回Tool Fairey 但是超... 他做另一套 還有講過他打Football那套 Disney的 打Grid Iron Gang 但是真正做一個什麼 沒了老婆加上又要救女兒的 認真的 所以他愛情 這套戲我可能看回他 怎樣打Rock談情 可以怎樣表達自己的感情 The Rock如果拍文藝片會是怎樣的 我正在想 在那裡 問題是他太高大了 沒有哪個女演員可以拍到他 叫他坐下來 然後那個女生站著和他談情 然後女主角就有Carrie好戲 基本上他做文藝片好像是一個樹仔 我會去看的 如果他做到 我一定會去看 OK 我會很... 很... curious 他怎樣拍到這套 文藝戲 我想他不會講談情的 最多... 你頂孔可能60歲的時候沒有錢賺 都是... 父女父子那些 如果真的是文藝戲 The Rock 拍愛情 動作片裡面加一點愛情線 或者都會有 你說純講愛情的 找The Rock 其實是愛情也有 無論如何 就是如果你拍The Rock 拍純愛片 我有些毛管動 就是拍情書 然後找The Rock來拍 過什麼 Nikolas Barck那些 為什麼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灌輸有什麼想法 沒有錢 不要這樣啦 好啦 那就講完了 Darok 對啊 OK 我多數都會看的 San Angeles OK 那等你看完之後回來再講 對啦 好啦 那我們今個禮拜講到這麼多 下個禮拜見 Bye Bye 喂 有油站啊 幹嘛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燈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你是 去One Click Radio的網站就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啦 www.iclicksow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 順便聽完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iclicksow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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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